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这只应该是酱或者是红蓝 你看不是灰 并没有花 你看这个翅膀上面一根白毛都没有 这只是深黄 属于黄金甲中最好看的颜色 这段时间疏忽了 你看这么大了足环还没套上 刚好有的朋友在咨询我 他说他的小鸽子由于大意大了一点 那个足环很难纳上 他费了很大的力气 结果把那个小鸽子的脚 把那个小鸽子的脚趾搞肿了 肿得非常大 我今天就来给他们带足环 这只小鸽子应该有点难带 不过我还是有方法的 像这样的小鸽子应该带上去应该不成问题 朋友们就可以看一下 我是怎么操作的 因为这个小鸽子有点大了 首先我们把鸽子的脚趾 一定要保护一下 这是捆扎东西的脚带 用它把鸽子的脚趾保护一下 先把这个足环穿到上面来 这个脚趾一定要用这个保护起来 保护起来 现在把这个足环往上拉一点 这个是比较大的 是有点蓝了 现在用手轻轻地拉这个胶带 慢慢地轻轻地往上拉 像这样轻轻地往上拉 注意不要太用力 太用力你一下子拉过来了 因为这个小鸽子的腿是很嫩的 你一下子拉过掉了 就把这里就拉坏了 小鸽子也就受伤了 好拉过来了 已经拉过来了 现在再轻轻地把它除掉 然后再用鸽子的羽毛 把它的这个脚趾头削出来就可以了 这个足环也就带上了 现在再给这只黄金奖带 给黄金奖带的是三号足环 碾制小鸽子的足环 我用这种方法 轻轻松松地就带上了 即使是出生十天的小鸽子 用这种方法 也可以带上足环 朋友们一定不要野蛮那么大 比方说 鸽子已经过了最佳的带环时间 你千万不能直接的 把足环套在他的脚趾上面 就这样把足环套在脚趾上面 使劲地硬拉 像那样硬拉 鸽子的脚就被拉坏了 也有人带足环 不小心鸽子的脚趾都残废了 如果你的鸽子脚趾残废了 有什么严重的后果 到你以后打比赛的时候 你这只鸽子如果是获奖了 鸽会验鸽子的时候 发现你鸽子的脚趾头是坏的 会把你的成绩都取消了 鸽会会判定你这只鸽子造假了 是用套盘器 后来套上的赌盘 所以我今天郑重地跟朋友们提个醒 套盘的时候 一定要故意放手方法 否则你鸽子为了冠军亚军 发现鸽子的脚趾头是坏的 你的成绩也会被取消